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名之后 还出了自己的专辑爱闪北 2011年她在国家歌剧白毛女中扮演了喜安 之后还在电影哭恋 终是演了性格善良的王小花 这部电影还在荆棘百花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新电影奖 可见王二宁不光会唱歌 演技也是非常棒的 2016年 她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同年还参加了央视的中秋晚会 这些年来 她一直没有闲着 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着 不管怎么样 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她也经常回到老家 不知道资助了多少留守儿童 不光如此 她还热衷于做慈善 还成立了补助基金会 小编很是感动 如今娱乐圈里恐怕没有几个明星能够做到这样吧 最近王二宁已藏了十一年的真实身份也曝光了 不得不说 王二宁虽然是个小女孩 但是背景还是不小的 她除了是个歌手之外 还是京剧和舞蹈志愿的国家演员 并且还是陕西省众协演员 这也难怪会大火了 小编想说 不愧是毕福建看上的人啊 背景就是不一样 小伙伴们 对于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